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說一個歷史短片 大家都知道的一個人物,都很有名 就是這個柯豆 柯豆即是劉蟬 劉蟬即是劉比較兒子 大家有玩過三國志就知道了 三國時期就是巡漢堂宋元明清 去到漢朝後期,分亂的時候 三國在互相打鬥 大家都耳熟能長的人物,有劉璧,孫權和曹操 打了幾十年,劉璧傳了帝位 給自己的兒子,就是劉璧 劉璧呢,很多人覺得他是一條廢柴 一條廢柴 就沒什麼好說的,看一下照片 演出,都找個肥仔 流鼻水,去演劉璧的角色 如果你說,找香港的政治人物去飾演劉璧的話 你大概會想到的兩個人物 可能就是張建宗和劉璧 我不知道,可能有些人覺得那兩個人很厲害 好啦,有個誠意和劉璧有關 大家都聽過,就是諾不思熟 即是投降魏國 然後司馬超就準備了個成宴,有些美女 然後奏向家鄉的樂曲 即是屬國的樂曲 問他是不是壞不懷念 劉璧就說,這裡好玩,不懷念 那到底劉璧是不是一條廢柴呢? 那我講完一堆事先講結論 你不可以因為那個人亡國 你就說他是一顆廢柴 因為呢,例如崇禎皇帝明朝 明思忠 崇禎皇帝是非常之勤力的一個皇帝 又經常搞改革的一個皇帝 也很勤力的 所以他經常說 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也 如果你問我明朝崇禎皇帝是哪個香港的政治人物 我會跟你說,真是不好意思都要這麼說 那個叫林鄭 是啊,林鄭月我 即是他自許自己的能力 自許自己很勤力 但是呢,似乎都是亡國之君 話說呢,我平身就很討厭這些人 因為呢 即是說撈亂骨頭 我覺得呢 簡單點說呢 我又不知說他蠢還是不蠢 總之以我的角度來說 我又覺得他蠢的 而這些這麼蠢的人 還要這麼勤力 是亡國之兆來跟你說 一個人如果懶的話 你一定不會對天下構成損害的 至少不是大損害 但一個人勤力的話 還要勤力得來蠢的話 這樣就大了 這個也是明師中 即是明朝的林鄭月娥 又或者是香港的崇禎皇帝 但是今天說的那個呢 是柯斗 即是劉善 劉善聰不聰明呢 諸葛亮呢 諸葛亮呢 語道微書裡面呢 就評價過劉善 他就說了 朝廷連方十八天之人 敬愛得下是 他是這樣形容劉善的 即是他覺得呢 劉善是幾聰明的 還有幾有禮貌的一個人來的 聰明有禮貌 還有呢 諸葛亮 何許人也呢 諸葛亮那時候 把持屬國的朝政 那他呢 當然想不乎 還於舊都 即是可以令到這個 屬國 漢色的正統 重新統一天下的 還有呢 他有先帝的一句說話 他說呢 如果劉善可以輔助你就輔助咯 不行的話呢 太差勁的話呢 你就代替他啦 即是劉善是說一些減的東西的 那所以其實呢 如果劉善真是禁不祭的話呢 諸葛亮真的會廢了他的 又或者至少呢 立個劉善的另一些兒子啦 當然你說這樣就好像散拳一樣 但是其實那時候呢 你這麼弱小的時候呢 他是有權做這個選擇的 即是諸葛亮有權去選另一個 劉善的兒子 是有的那時候 又或者你說那些 原來三角都爛產來的 選不下手也可以的 但是其實幾個人來講呢 可能劉善呢 就是最聰明那個 不過呢 其實記住一件事 就是 就算是一間公司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呢 都不是選最聰明那個人 而是選一個呢 可以和大家有辦法商量的人 那間公司才沒事的 而劉善是個怎樣的人呢 他性格一定不是一個強勁的人 但是呢 一定是一個聰明的人 我舉兩個旁證出來 第一個呢 就是司馬超 那時候問他 他又回答 此間諾不思熟耳 諾不思熟 那時候他就說呢 不想回去 好玩啊 這裡 其實他一定要這麼說的 因為如果不是你這麼說的話呢 你和投降那幫神子呢 都會被人殺滅桌盡 到時候又真是亡國了 即是如果你看回呢 宋太祖 趙康印那時候 就這樣處理那些群神 即是李後主那些 就被他殺鬼死了 這些叫斬草不除根 春風吹又生 那所以呢 他一定要這麼說 而他也知道這麼說 這裏就聰明了 那當然啦 他不敢說 行不行呢 我們來做個歷史推敲 那吳國那裏呢 那個國軍就叫做孫浩 他又沒有這麼說 他是說呢 如果我贏了的時候 可能我都會把你的臉出來 那他也是 沒有被人殺死 即是說其實司馬超 不是很介意這件事的 司馬超司馬鹽都好 總之他們不是很介意這件事 原因呢 因為民心的問題 可以說 即是因為那時候 吳國和屬國呢 民心所向來講 即是三角演義 你又見到 好像很多人都還懷念屬國 但其實不是的 那時候 民心所向呢 都是被魏國統一的 因為屬國和吳國那個 民心呢 是很困苦的 尤其吳國 即是被孫浩玩到呢 不似人形 而劉善那裏呢 連連打仗都沒有什麼好結果的了 即是個個都非常之 不過他就不是恨劉善 恨劉善 還用那個人叫做王浩 即是那個橫官 那說了第一個首證 就顯示了劉善 並不是沒有心機計算的一個人 即是至少自力 不會好像三角志那樣呢 就這樣給個七啊八啊 他這樣 第二樣東西呢 第二個旁證 就其實是在諸葛亮的兒子身上 那個叫諸葛尖 那諸葛尖呢 去統領這個屬國的最後一支軍隊 擋住鄧艾大軍的時候呢 就打敗了啦 即是搞不定 但是臨死前呢 他講了一句什麼話呢 即是其實如果他帶著軍隊回去成都呢 都可能可以守到一陣 但是由於都打敗了啦 即是遭到伏擊損失精銳 那麼他預備定犧牲之前呢 就講了一句話 他就說呢 對內啊 不可以千滅王浩這個奸賊 對外呢 又制抓不到姜維 現在又守不住江游 即是有這三條罪狀呢 他都是沒有面目回成都見後主 這樣 那就要講回諸葛尖的身世了 那諸葛尖呢 就是這個後主的女婿 即是後主嫁了一個女兒給他的 而且呢 還被軍隊去統領 那你說後主呢 當然就非常之信這個人啦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呢 即是有什麼事的時候呢 他都會跟這個人相依的 而他呢 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鳥之將死其名也哀 那即將啊 戰敗殉道啊 的時候講出這句話呢 其實就就是說 辜負了後主 而推敲的時候呢 可以這樣講 後主那時候 即是迫不得已一定要培養王浩這個勢力 因為姜維呢 實在是非常之有威望的 甚至乎曾經逼供 走上那個宮廷那裏 那裏 跟後主講 如果你今天 不殺死王浩的話呢 就絕不大憂這樣 那姜維當然是忠心緊緊啦 但是以後主的角度來講呢 你就是逼供 你就是呢 那些叫什麼呢 槍江子出政權 你就是呢 勇兵自重啊 而實際上 姜維連連打仗的時候呢 也令到屬個民窮才進啊 但是呢 雖然是這樣 他在軍中是非常之有威望的一個人 那情況可以跟你講 像什麼時候呢 就像這個宋朝 南宋時候啦 南宋時候趙高中呢 啊不是 宋高中 宋高中趙寇呢 他又是一個比較陰柔的國軍來的 而手下其中一個大將大家都認識啦 那個人呢 就叫做岳飛 那岳飛也是在軍中很有威望的一個人 又是整天不乎的一個人 而好壞不壞呢 可以跟你講 三角演義就是呢 用南宋不佛這件事做藍本的 所以可以說呢 諸葛亮和姜維 十分像岳飛的混合體 啊搞錯了 是岳飛就好像姜維和諸葛亮的混合體 可以說 那最後當然啦 打到諸仙陣的時候呢 就被召回 還要冤死風波亭 那所以呢 你看到啦 他寫姜維啊 寫諸葛亮啊 聖諾五象元啊 那些都是非常之悲憤的 好啦 那說回這個後主 那時候就一定要陪席王浩這個勢力 而陪席王浩這個勢力的時候呢 就去克制這個姜維的 其實那時候呢 每一個皇帝都一樣 很害怕這些人的 但是同時他知不知道秦繪啊 知不知道王浩這些呢 是奸神呢 可以跟你說一定知道的 所以諸葛珍先說了 內不能除王浩 其實後主的意思就是呢 如果可以用王浩去抑制姜維 在中間平衡 然後呢 培植諸葛珍這個勢力 讓諸葛珍取替這兩者 再圖偏安 做一個久遠之計 那你說啦 既然屬漢和南宋一樣 為什麼屬漢滅亡了 南宋又沒事呢 因為南宋夠大 而屬漢呢 你只有鬥卵那麼小 還要玩這些東西 當然呢 就會立即滅亡啦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呢 後主並不是一個沒有智慧的人 不過呢 我們叫這些做小聰明 不算得上是一個有 遠見的人咯 但是呢 代入後主 那個思想裏面呢 即是那時候的情景來講呢 其實他都很苦惱的 即是如果一直被這個姜維 不斷出征的時候呢 屬國也都會民窮才盡的 那你說為什麼會構成一個這樣的環境呢 可以說就是 諸葛亮軍務繁衆 想不到這麼小的 為什麼說諸葛亮軍務繁衆想不到這麼小呢 因為當日不佛的時候呢 他處理軍務已經處理了所有東西的了 而他又日夜都在處理那些大小事情 事實上皇宮裡面來講呢 他又反而不理了 因為都理不了那麼多 但是要維繫著熟漢呢 十幾萬人的軍隊呢 可以說諸葛亮是非常之勤力的一個人 那內政來講 即是宮中裡面呢 所有的東西可以說 交替董運啊 秘衣啊 蔣院那些人 於是乎剩下的班子給他那些呢 全部都老臣子 都是諸葛亮的為神 而諸葛亮的為神呢 和姜衛來講呢 即是你可以說他們都是姜衛黨的了 既然是這樣 其實後主是沒有選拔過一些親近的神子 而他最後也都唯有去去期盼諸葛亮那個兒子 即是諸葛占 那就用禍親的方法嫁了個女兒給他 去收編這個人的 也就是說其實他是無人可用 所以迫不得已才用了王浩這個人 因為始終太監是他最親近的人 那如果諸葛亮及早發現這一點的時候呢 即是不是掛著不佛的時候呢 那可能屬漢反而還有得救的 但是呢 諸葛亮又可不可以不不佛呢 如果他以前不是北方的人的話呢 他可能會認同這一點 即是不不佛都OK 但是你看到孫權那些呢 其實就不急於不佛的喔 平時偏安南邊就算了 但是就由於諸葛亮呢 是一個不便亦離的人來的 所以他知道北方呢 那個物資是多麼豐富 於是乎呢 政治上的立場 令他不可以不不佛 因為如果一直這樣給你 繼續拖下去的時候 其實呢 每個人都知道的了 就是魏國的經濟實力會越來越厲害 最後屬國呢一定是會滅亡的 所以呢 其實就算不打不便 他都非常想 其實他不是想打去長安諾陽那些地方的 你看到當日他是想打 天水呀 梁州一帶那些地方的 希望在那邊呢 成立一個基地 站穩住腳才慢慢東進的 好今天講到這麼多